你好,在这段视频中,你将目睹古埃及的古时期的概况,它是一个介绍,将使你了解下面的视频,它更详细地发展了第一和第二王朝的法老,是它。 埃及的古时期也被称为Tinite时期或早期王朝时期,时间跨度为公元前3150年至公元前2890年。 这是一个历史时期,标志着古埃及王朝历史的开始。 当时埃及帝国的首都位于提尼斯或提斯城,政府通过强大的君主权力行使,只有两代国王发展起来,这组君主被称为第一和第二王朝,这些被认为是埃及的第一批法老,是埃及的统一者。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君主制的特点和它的扩张。 我们正处于这个时期的开端,我们已经开始贴建一个复杂而高效的国家组织系统,其中心是一个既强大又被接受的君主制,政治和精神生活都围绕着它完美和谐的旋转,这几乎成为整个古埃及历史和发展的一个常态。 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是上埃及的古代帝都内尔金,在希腊语中是Hirachempolis,被转移到孟菲斯城。 孟菲斯位于靠近尼罗河张开双臂形成与地中海会合的河流三角洲的地方,因此,它是一块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特征的非地,君主在这里不仅有住所,而且还有直接控制权。 除了这一决定外,还必须加上一个事实,即君主制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国王亲自或其最直接的代表负责遏制游牧民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在边境,特别注意西线的利比亚人,同时确保控制南线和东线的矿场和宝石。 埃及向第一条白内障推进,吸收了Elephantine和Sain,金阿斯旺等城市。 这些城市是向努比亚扩张的战略要点,农业发展不大,但有重要的采矿和商业中心。 有证据表明,第二任法老阿哈曾远征努比亚。 至于游牧民族,据悉阿哈曾接受过利比亚人的贡品,他的继任者戴尔曾远征至红海。 这些远征一般都与拥有该地区的矿场有关。 还有证据表明,在丹的时代,曾有过到西奈半岛控制矿区和打击利比亚人的活动。 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有着明显的扩张主义愿望,它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基于君主制发源地上埃及和下埃及之间的统一。 为了使这一两地之间的童话战略成为可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法老采用北方和南方的代表符号,如下埃及的宏观和上埃及的白观,寓意和象征性的统一庆祝活动,在阿哈的统治时期得到证实。 一项婚姻联盟政策,通过国王和有关领土的贵族成员之间的混合婚姻,如塞斯城的情况,给他们分配了神或女神的名字, 这让人确信政治和宗教领域之间的强大关系,以同样的方式贵族之间进行混合婚姻,作为确保与君主权力有关的精英之间团结的一种方式。 另一条战线是由下埃及的神庙建设构成的,从而不仅复制了建筑形式,而且还复制了整个仪式化和同情君主的祭司精英的管理制度。 北方和南方建筑风格的童话,特别是在皇家墓葬中,这些都是位于阿比多斯上埃及和萨塔拉下埃及。 同样的神灵,同样的寺庙,同样的精英,同样的祭司团,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形式和同样的背景因此成为两地假设的支柱。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埃及经济与政治机构紧密相连。 法老们推动了用于灌溉的运河工程,从而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支持下,通过获得从收获中获得的利润所产生的经济资源,在一个以农业和畜牧业部门为主要生产者的经济中,随着增长,逐渐伴随着贸易,以寻求这种同样增长所产生的剩余资本, 尽管它很快就会卷入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内战。 考古学证明,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建造了孟菲斯,因此城市发展与农业发展相吻合,这导致了更多的食品供应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 此外,孟菲斯附近的萨卡拉城是主要的皇家埋葬地之一。 贸易稳步增长,有两个主要的流向,沿着尼罗河、努比亚而上,到达所谓的黎凡特地中海最东边的沿海地带,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 与努比亚的贸易主要是通过陆路进行的,因为连续的白内障使航行远远超过了努比亚边境的Elephantine,与黎凡特的贸易是木材的主要来源。 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太古时代末期的陶器遗迹,其中显示了代奖的船只。 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贸易也在增加。 至于努比亚以及南部和东部战线,军事扩张确保了石头和黄金的开采。 国际贸易方面,除了满足木材、石头和青铜器生产的金属外,还满足了对奢侈品,包括贵金属和宝石日益增长的需求。 此外,由于社会原因,作为政治或经济等级的反应,作为权力的展示、精神、丧葬崇拜仪式和炫耀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专门建造丧葬品、皇家雕像和各种纪念碑的行业从中受益,而生产地区的军事存在又保证了这一点。 在满足人口的基本需求方面,粮食生产以税收的形式到达政治机构,储存在所谓的皇家粮仓,随后在非农村人口中分配。 工匠们开始成为这个部门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木工和金属加工方面。 其余的人口是由专门从事河流和国际贸易的部门组成的,这些部门主要由政治机构、军队、官僚机构,当然还有王室组成。 就宗教而言,此时城市和宗教中心的地方神开始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性,往往是通过所谓的同步性或同化不同来源的神和崇拜。 最相关的案例之一是奥西里斯的案例,他是一个与生育、商业以及基本上与死后生命有关的善神,最初来自下埃及城市布希里斯。 他与上埃及城市阿比多斯的一个具有类似特征的神童化,这个城市通过成为法老的埋葬地而巩固了其作为宗教和葬礼中心的权威。 同样重要的是,奥西里斯和他的儿子荷鲁斯被纳入了王权的象征。 奥西里斯和荷鲁斯对赛特的战争的神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尽管其明确的措辞是在后来。 尽管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会给人一种和谐与和睦的印象,但此时可以观察到内部冲突的迹象,这些迹象似乎与下埃及反对上埃及君主制所主张的中央集权有某种关系。 这些迹象在阿迪布统治时期开始显现,他显然不得不面对下埃及的叛乱,尽管有一些和睦的迹象,如他与孟菲特人的婚姻。 他的继任者Simerget被看作是一个篡位者,这两位国王以及第三位国王凯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被埋葬在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城。 除此之外,王室成员还使用了一些符号,如和鲁斯神、奥西里斯之子,因此与上埃及的白王冠有关,而不是双王冠,这对不包括在内的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君主制倾向于上埃及,而下埃及方面则有一个叛乱过程。 虽然这些迹象在他的继任者的统治中逐渐消失,但或特普斯耶穆伊和尼布拉被埋葬在下埃及,这些埋葬无法阻止随后发生的严重动乱。 佩里布森将荷鲁斯神从王室的象征意义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赛特神,这让人联想到荷鲁斯和赛特之间的战争神话,表明在他的继任者卡西杰姆时期爆发的内战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是一个神的信徒与另一个神的信徒之间的战争,而不是领土之间的战争。 叛乱甚至攻击了上埃及君主国的古老宗教中心尼凯特城,这让人对其规模有所了解。 最后,Keston取得了胜利,两座雕像底座上的浮雕就是正名,显示了他死去的敌人。 在这些浮雕中,国王被明显地描绘成了上埃及的白官。 名字从Jeston意为一种力量,改为Jeston Wee意为两种力量,以及回归荷鲁斯的象征意义,都表明北方的叛军以赛特神为标志,而不是君主制的荷鲁斯。 更多历史视频请在视频描述中访问我的频道。 下一个视频 埃及法老的第一王朝